哈囉,大家好,我是歡開開 今天這個單元呢,要為大家做實驗 相信你們呢,在晚上洗完頭之後呢 在吹乾頭髮前一定非常的痛苦 因為你們會想說,哇 吹頭髮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讓人難熬的一件事情 好,那我們今天呢,就要做一個網路流傳的一個實驗 就是在洗完頭之後吹乾前 如果說你用毛巾加上吹風機吹頭髮 是否真的油比較快 那我們今天就要做這個實驗 走,跟我來瞧瞧吧 大家看到現在我呢,是施法的狀態 左邊呢,等等呢,會用毛巾 邊吹邊用毛巾剝乾頭髮 右邊呢,我只使用吹風機 而吹風機都是使用相同的飛利浦的吹風機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兩邊,哪邊會吹真的比較快喔 實驗結果出來了 沒想到,隔著毛巾錘真的比較快 沒錯,但是呢我覺得也有幾個優點跟幾個缺點 我還在這裡跟大家分享我吹完之後的一些感想 那首先呢,隔著毛巾吹呢,雖然會比較快 但相對的你在施法的時候呢,因為會摩擦 所以這個時候容易造成頭髮的傷害 所以如果你今天呢,要隔著毛巾吹呢 你一定要抹一些護髮產品或者保養油在做催疹 這樣子相對的也比較不會減少那個摩擦的力量 再來呢,你隔著毛巾吹呢 它其實呢,可以隔絕掉許多的熱傷害 那個風跟熱度是直接面對頭髮的 因為熱的過程中呢,你在吹頭髮啊 你的毛巾這樣子撥撥撥 所以它也相對的會順便把頭髮上的水分去把它吸掉 也可以讓你的頭髮呢,更快的瘦乾 但是呢,你在吹整的時候呢 也相對會把你的髮流吹得非常的凌亂 所以我覺得如果說你今天要用隔著毛巾吹整 你的頭髮呢,一定要滑順 如果說你像我一樣本身有點自然卷 或者是比較難整理的人呢 髮流比較亂的人呢 我就會建議你還是用手吹 這樣子你吹完頭髮才會有心 然後隔天呢,才會好整理 那如果呢,你喜歡我今天為大家做的實驗單元 記得點選下面的連結 然後呢,關注我的平台 同時呢,如果你有想要看什麼樣的實驗呢 記得在下方留言 記得喔,一定要合乎常人所能實驗的一些東西 不要叫我去什麼一些有的沒的 我可能沒辦法做到 但是我會盡量的盡量的滿足大家 好,那我們就下次見囉,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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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我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